來看第九章的部分 第九章的部分的話 前面我們有講到有關類別的部分 那類別有前一個章節有講到有關繼承 那繼承裡面又有分成 像類別裡面又有抽象類別 跟一般的類別 那還有就是說像介面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等一下講到潮狀類別的部分 就是說在類別裡面還有一個類別 這個有點像迴圈裡面有個迴圈 有沒有4迴圈裡面還有一個4迴圈 形成一個潮狀迴圈 潮狀迴圈呢 它們之間的關係是怎麼樣 還有呢它的權限 我怎麼去使用裡面的這個潮狀的類別 另外的話呢 還有匿名的內層的類別 再來就有關多型 那什麼叫多型 其實前面有類似有講到幾個比較重要 就是說像一個方法 同名的方法 可以有好幾個你可以藉由什麼傳遞不一樣的 參數然後還有不一樣的資料型態 可以產生不一樣的會使用不一樣的方法 另外還有就是說有關那個抽象類別 還有就是說像介面 比如說我今天要產生我要畫一個圖好了 那我可以建一個畫圖的這個類別 那畫圖畫什麼圖呢 比如說我今天同樣要畫圖嘛 那我可以畫出圓 畫出方 畫出三角形 那我要怎麼畫圖之後呢 同樣做一件事情就是畫圖 那其實呢也是可以藉由這個多型 去實作不一樣的方法 比如說我今天我要畫方 我就再繼承 比如說我建一個抽象類別 這個抽象類別是一個畫圖 然後呢畫圖之後的話 它裡面有抽象類別的話 一定會有抽象方法 抽象方法是要去畫什麼圖 那你再去實作誰繼承它 比如說繼承它是圓 圓繼承這個畫圖之後 它就畫出一個什麼 畫出一個圓 方形的話 繼承的那個畫圖 它就可以產生一個什麼方 諸如此類的 這個就是所謂的多型 那抽象類別前面有講過 就是一定它有一個抽象方法 但是沒有實作 誰實作 繼承它的去實作 另外還有介面嘛 介面也可以啊 比如說一樣我產生一個介面 介面就是畫圖的一個介面 誰繼承它 誰也畫出 那兩者之間有什麼差別 其實我們也可以藉由這個地方來做說明 另外還有所謂套件 那這個套件怎麼使用 其實這邊我們順便先講一下套件 套件其實還蠻重要的 前面有同學講到就是說 我要管理 管理什麼呢 管理不一樣的資料